我們請到台灣的房市很熱 不過中國大陸為了要救房市 他們要求地方政府在先前 要購買這個滯銷房 我想請教陳彥 現在他們地方政府的 財政壓力還是很大 傳出上海竟然還跟佛祖借錢 如果我講上海市有財務問題 應該沒有人會相信吧 他是魔都 可是真的 上海真的傳出財務問題 上海財政局 這個是消息人士 是上海財政局來的 他說上海要求轄區內的誰 不是大小企業 是寺廟 寺廟阿彌陀佛 來借100億 人民幣100億 當然上海市相關部 馬上否認 沒有 原來借500 不是 不是 1000 這麼多 其中靜安寺 因為靜安寺其實它是在 最黃金地段 就我們所謂的蛋黃區 剛才庭浩講的那種蛋黃 那是蛋黃中的蛋黃 所以它可以貢獻48億 當然這是借 當然以後還不還不知道 但48億 所以有沒有這件事 應該是有 而且不只上海 天津 天津也是大城市 一線城市 河北區有四個區政府 現在財務資金怎麼辦 大家都把腦筋動到寺廟身上 不只一次跟這個大悲禪室 這個住室借錢 當然被拒絕 因為大悲禪室說 我還需要出去募集資金 你怎麼會跟我借錢 可是到底寺院 是不是真的有錢 我們不知道 可是沒有借是事實 借一次沒有借到 沒關係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第二次再借 還是被拒絕 那怎麼辦 這時候不得了了 動用權力 政府的權力 什麼權力 你看到這個公告有沒有 這是真的是公告 不是我們什麼消息人士 這是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政府 所貼的一個公告 這公告其實是什麼 要對大悲願地區展開環境 秩序專項整治 天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下次他跟你借錢 你不能這樣子 你就說要多少 五億 五十億 五百億 所以沒借到就有點像查水錶這樣 相當麻煩 所以財務危機的問題 包括挪用學生的營養餐費 來還債 這也很誇張 這個也很誇張 要幹嘛 就是拿來做地方債務 但在這當中 我們要再去證明一件事 為什麼寺廟真的很有錢 大家都知道河南松山 少林寺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對不對 房地產 愁雲產物 誰去標地 少林寺 出多少錢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商業用地 多少 4.52億 我問你 他標下來 這個是人民幣 人民幣 我再講一次 大家都說沒錢 對不對 房地產 市場 少林寺這麼有錢 這麼有錢 未來他標下來 蓋電影院 蓋體育場館 幹嘛播少林足球 對不對 然後一起打太極拳 太極拳好像不是少林寺 對不起 講錯了 鐵頭弓 對不對 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 我講真的 剛才我雖然是開玩笑的講法 可是真的是被少林寺拿下來 真的 發展房地產事業 而且現在成立這個 跟政府成立這個合資公司 其實就來控股這些 所謂的房地產 市場 當然你說有沒有變成從佛家 這個五根清淨 一根不清淨 就是商業化 我覺得好像是這樣 我們介紹席小燒來看到 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的 背面電軌是台積電最強黑科技 那麼有這些相關的供應鏈 在最近價量其洋 之後的股價怎麼留意呢 我們稍後為您報導